近日,新华社记者走进百货商店、购物中心近距离观察中国实体零售的转型变革,探寻中国消费正在发生的变化。人气是观察消费活力的最直观视角。 元旦假期,全国43个重点商圈客流总量同比增长271.2%。2023年12月,我国线下消费活力为108.2%,是2023年该指数首次超过100%,表现好于2019年G7水平,活力回升势头明显。 武汉江夏区并非传统的商业中心,却是城镇化进程中新城区的典型代表。这是日本勇望集团看好这里的原因。 我们的投资着眼于未来五年,我们还是会在中国市场积极投资,并做出成熟的计划来应对市场的变化。 永旺目前已在中国经营了近400家不同业态的店铺,未来两年还将在长沙和杭州新开三家购物中心。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恢复向好,消费回升势头明显,线下销售也持续恢复。 消费中心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。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总裁尚喜平这样总结中国消费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。 总体是消费结构的变化,只有不断的变革,不断的去发展,才能真的很好的把握好市场的红利,市场的机会,在市场中还是很大有作为的。 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,则是从源头端入手,用新品来顺应和引领消费。 2022年1月,开业120年的东安市场重新改造,转型为全球潮牌买手店,网络国际潮流品牌约400个,近半数是首次进入国内市场。 然后我们也相信呢,这种买手制的这种经营方式啊,随着客人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,以及这个消费的成熟度它的不断提升,自我认知的觉醒,包括时尚度的不断提升呢,这个业态啊,这种经营模式会得到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。